接着带您来看到为了帮助瑞穗佑农 也慰绕公所同仁们的辛劳 松城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在日前特别收购了一批柚子 分别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农官客 清洁队以及工程队等单位同仁 而市长魏佳燕则到现场来颁发感谢状 松城浩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帮助佑农解决盛国的烦恼 也慰绕在台风灾后 复原劳心劳力的公所同仁 日前由总经理魏梓杰 专送了37大代的幼稚 到花莲市清洁队 希望由公所代表分赠给 农官客 清洁队 工程队等单位同仁 真的很感谢松城浩 又再次赠送物资给我们 这次送的是文旦U 我们同仁有吃 试吃过 非常好吃 那个风味完全没有改变 甚至我个人认为 甚至比在中秋节期间 送给我们的还要更好吃 柚子的卖相虽然不太好 但吃起来却一样好吃 而市长卫家宴也到场 颁证感谢状 表扬松城浩的爱心 那在这边其实我们也知道 中秋节刚过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柚子 那在产季的这个部分 那我想节日刚过 可能就没有很多的人 会再去做购买了 那我这边要特别谢谢松城浩的老板 那在季节刚过后 节庆刚过 那就将我们所有的柚子都包下来 那今天也拿了37代的一个柚子 给我们施工所的清洁队 农官客以及工程队 所有所有的同仁 那也慰绕他们在台风的时候后 然后非常辛苦的在做房台的工作 在这边要再次的谢谢我们松城浩 我们廖美燕董事长再次的感谢您 松城浩在地方生根一甲子以上 除了提供殡葬服务之外 也经常祭贫扶弱 尤其每逢佳节 就会赠送应景的点心或礼盒 让弱势家户也能感受到洁青的氛围 而这次帮助幼农解除困境 就是要让这份爱心延续下去 记者 徐丽晴 华林市报导